白沙巷赤坎北海游客中心西侧停车场 最近经公所整顿整门大白沙露出 可将白沙风光尽收眼底 加上两大只招潮系的张牙屋掌 有如招牌明星带给游客惊喜 以及无限想象空间 白沙巷掌宋万富相当重视开地 有感该处沙滩日渐宽宽美丽 而且交通便利更是观光客必到之处 公所特别在沙滩上设置有六张十椅 提供游客休憩观赏美丽海景 傍晚及夜间更有村民前往乘凉 闲话家常 就是以后还要做小螃蟹 所以上面现在是在孵卵 这是公的招潮蟹 招潮蟹台语叫鹌鹤仙 国语就叫招潮蟹 这就是公的大鹅是公的 这个小鹅是母的 上面现在正在孵卵 应该再过一阵子 就可以产生了小螃蟹出来 就成立一个招潮蟹 这个螃蟹家族 就是最主要 因为这个地方 面向的是北边的海域 整个沙滩是非常漂亮 那我们相公所也在上面 这个做了几张石椅 让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 可以在这里 上海、关海 这个白沙这里 这个沙滩后 以前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一个潮间带 后来因为做了游客中心 还有那个游艇码头 后来在这里做停车场 整个就被那个沙林覆盖 然后就做成现在这样 这里原来是海 间接上公所邀请到地方艺术家 武飞塔大师 在该处装设两只大型招潮蟹 让游客拍照打卡 尤其那强壮手臂的招潮蟹 一向在湿地物种当中 拥有男神的地位 如今坐立在沙滩上 张牙舞爪展神威 可以说是相当的习惊 另外 白沙香也找了一处秘境景点 打算打造成铁达尼号船头的异境 那游客或者是乡亲 可以下午去眺望远处海景 非常的浪漫 在这边 在这边 做一个木栈道处理 像铁达尼号有没有 要像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知道吗 这是不是结合啊 要做铁达尼号集中准的 就是要外景策畔去里面 就是这个地方在顶点 再给他做一个类似铁达尼号 就是这样这个景点 给他 算是让大家来这里 前面这个是极辈嘛 整个北海 整个北海都可以 在这个点都可以看得到 最主要的 我刚才说的 日出日落 在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它 跟人家不一样的 宋万富表示 招潮蟹除了有蟹蟹光临之意 也让村民回忆起早年赤坎渔港 退潮的时候 遍地都是昂喀仙的景象 曾经核实生态疲变 这种昂喀仙已经快要绝肌 唤起民众重视海洋生态的问题 白沙乡这些年吉利打造创意地景艺术 那游客记住白沙乡的自然美景 也让更多人来到白沙观光旅游 记者王海龙报道